現在有確定時間了嗎 辛苦你早上嗎 謝謝 辛苦了 14號早上11點鐘 柯侯幕僚先後現身馬英九基金會 藍白二次會前先敞刊 馬辦執行長蕭旭辰也來了 自然自然你好 先禮後兵必進15號 雙方陣營就要閉門會 早上10點鐘 藍白將進行二次政黨協商 除了柯豬固定班底 侯友宜也將出席 馬英九則受邀 當見證人 如果最好需要我實習 我當然也要實習 我也期待柯主席 也能夠一樣 不要再回到原點 把最大的誠意跟善意 一起跟國民黨 大家好好的政黨持戰 柯文哲守口如瓶 因為藍白根本還是僵局 國民黨的全民調版本 是六成柯侯侯侯侯比 四成納政黨支持度 但民眾黨不買單 堅持不比政黨實力 柯文哲代表民眾黨 侯友宜就代表國民黨 那你再另外做了一個政黨支持度 再去加權的話 這樣不是有一個疑似灌水的嫌疑嗎 台灣模式全民調就好 那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設定出來的一個底線 政黨實力一定要考慮進去 阻隔權一定要交給國民 我覺得三七差不多了 據了解納不納政黨支持度 民眾黨內還有雜音 政副總統登記前 藍白再上談判桌 能否再壓低底線 雙方殺盤推演 誰都不肯吃虧 三立新聞 黃辰坡 亂美軍綜合報導